再来关心全球金融危机扩散到台湾的寿险业 有国际信用平等公司对台湾的寿险业者进行资本水准调查 结果发现除了上个礼拜传出危机的国华人寿之外 其他像是幸福、国宝、新农以及远雄等五家寿险公司 财务也都是严重亏损 有46年历史的国华人寿上周传出财务危机 因为华人寿把25%的资本投资台股 又遇上去年金融海啸冲击严重飞损300多亿 其实不止国华人寿 其他像是幸福人寿、国宝人寿、新农人寿以及远雄人寿等 这五家公司都因为投资绩效不佳资产净值呈现负数 这五家它整个缺口是900亿 也就是说它必须面临一个增值900亿 才能够让它禁止回复成为一个证数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对我们来讲是 对整个系统的一个稳定性来讲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隐忧 为避免资金缺口越来越大 金管会保险局已要求这五家财务有问题的受险公司 限期提出增资计划并且限制财务投资 你办公司都已经有几次都没有达到我们限期要增值的时刻表了 所以我们大概都有一些情境处罚嘛 比如说有些属于关键人交易就把它删除停止 有些风景比较大的投资也把它限制换换围 金管会表示这五家授钱公司在今年年初就已被列为优先观察名单 如果资金还是无法如期到位 不排除最后会进行监管接管甚至勒令资产清理 以确保所有的保护权益不会受到影响 记者来说明张子佳特别报道 感谢观看